正经关不了 关不了正经 各位同学大家好 周末愉快 神清气爽 今天在台湾听说天气还是很炎热 在美国天气也很炎热 夏天来了 祝大家在夏天多晒点太阳 让身体维他命D 能够经过晒太阳吸收 会对身体比较好 而且照太阳会让人的心情变好 有人说在美国的Washington Seattle 就是在西雅图 我不知道大家以前有没有看过 那老电影了 老人才看过叫西雅图夜未眠 Sleepless in Seattle 我有很多的宇宙政策学院的同学 真的是很爱护我 就说他们不但照顾我 然后而且他们还照顾我们家的孩子 就是我们家的孩子到了 要申请学校的时候就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意见跟帮助 有人甚至提供免费的升学的顾问跟咨询 就是非常专业的人来帮我们家 然后我真的觉得很感谢了 就是我一个通气犯 什么都没有 无权无钱无事 什么都没有 可是真的很多人帮我 美国的加拿大的 都有很多人 用各种各样自己的资源跟各种方法 有形的无形的给了我非常多的帮助 我就记得说 当时我们到了美国之后 那大家也知道说我暂时回不去 就有住在西雅图的朋友跟我说 他说我是跟你说实话 虽然我住在西雅图 但是如果你有小孩 在teenager这个阶段 他说他不建议到这里来 我说为什么 他说因为这边大部分时间都在下雨 这个雨很多 那我说那下雨很多也就还好啦 他说没有因为晴天比较少 所以在西雅图呢 很多人这个比较多忧郁症的人 所以多接触阳光 而且多晒太阳 这对身体是比较好的 所以在这边鼓励所有的朋友们 台湾没有这个问题 宇宙生计学的同学们 就多去户外晒太阳 你知道在美国最有趣的事情 是你买不到阳伞 可能是我 我没有去买吧 你应该这样讲 你在路上 你绝对看不到人戴阳伞 而且你也看不到人戴帽子 如果有人戴帽子 肯定是亚洲人 肯定是这种需要美白的人 不然在路上 你真的不会看到有人戴帽子 那伞更不用讲了 所以你如果想要在 你想要在这个 我不知道其他州 我不敢一概而论 至少我住的加州 或者我住的这个Wisconsin 我真的是 你要是想要去那边卖伞的话 你肯定 你肯定会赔死 那在这边我的废话太多了 就说晒太阳会产生维生素 维他命D 让你皮肤会产生 这个天然的总是比较好 好 那今天我要来谈一件事情就是 这个巴西蛋 日本蛋 超丝蛋 这件事情我在我的节目中没有追 没有做太多的琢磨 因为可能那阵子有其他的议题 但是这个议题在台湾是一个蛮重要的议题 就是我们吃进肚子里的东西 怎么会连这个都会农业部会有这个包庇 思乡瘦瘦 用一个小吃店 资本额50万 那却可以做几亿的生意 这东西到底是在包庇什么 好 现在最新的这个发展是 农业部把这一个案子交给了检调处理 有人可能会说 哎呀好棒棒 你看新政府果然气象不同 不过我的看法不太一样 我认为哈 我个人认为啊 把一个案子一送检调 反而是要包庇的障眼法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先来看看这个整个案子的发展过程啊 民众党的立委张旗凯呢 他也是我们媒体出身的这个媒体人 他的质询呢 让农业部松口了 说把整个案子送检调来处理 我们先看看这个新闻 喂 我认为你很早 我认为你知道国会改革方案后啊 很多立委跟林仲啊 最想成立的 第一个调查委员会要查什么案子 是农业部的 古年的 预期进口鸡蛋这个事情 过期的进口鸡蛋 所以这个事情看起来还有很多后续 你应该对外要交代清楚 我先跟大家说一下 这几天啊 包括国产委员跟我 我们在追 现在看起来不是只有 古年超市鸡蛋的这个问题 看起来前年还有些问题 今天我们要好好来讨论 现在民众为什么对超市那么有兴趣 最终还有三个问题 第一个 去年花了十亿嘛 对不对 十亿是人民的纳税钱 民脂民膏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销毁太多了 五千五百多万颗的这个蛋 第三个 因为有一个不可思议 神通广大的超市出现了 现在我们要针对超市做一个 为什么超不可思议呢 包括 龙亚保 中央序长会 为什么拿那么多的民脂民膏 给了超市 第二个 我们发现啊 他采购竟然是免合约的 还帮忙洗精力 来我们来看一下 超市啊 大家都知道古年 超市引起鲜然大波 结果去堆了 才发现他前年啊 就从日本买了很多蛋进来 他什么时候成立了 2022年民国一百十一年 成立九月成立 结果啊 九月成立 十月份的新 日本蛋就进来了 大家以前耳熟能想哭 都在说古年 巴西蛋进来 其实整年啊 他就进来了日本蛋了 我再重悟一次 大家熟悉去年进了巴西蛋 其实整年他就进了很多日本蛋了 现在大家在问啊 股东 一间公司 九月份成立 十一月 就透过你们的中央市产会 买断了这么多的蛋 这个金额超过 一页 两千八百亿 我再讲一次哦 他是一个资本额只有五十万的公司 这个老闆啊 秦老板 出了一千块钱 五十万资本额 老闆当属里出一千块 结果呢 他在一百 民国一百一十年 九月五号成立的 两个月内他就做了 中央市长会 中央市长会 一页两千八百多亿 这怎么合理 其实在一百一十二年 一百一十二年 一百一十年 专案的一个鸡蛋的一个 一个调度 一百一十一年是例行的产交调节 我们农委会是补助他例行挑战调节 但是因为委员的一些所知 我们也正式的 进行了两次的一个行政调查 那相关的行政调查里面 有一些疑虑的 我们甚至于请 所谓的我们的政风 去做了解 然后甚至于我们把相关的资料 你先讲一下事情 因为你刚刚用了一个很严重的字眼 这个不是什么影射哦 接起起的客观的事实 那看这是不是一个客观的事实 不是我想 你们给我的 因为同样的数据 可能你们在本身在解读方面 所以我说 因为我不希望我们同仁 我的立场是 如果同仁犯法 我绝对不宽容 但是同仁如果清白的 我希望尽快的还给他清白 因为我们的序幕式的同仁 现在已经非常辛苦了 他们要处理非常多 所以我也主动的移情检调单位 能够去厘清 因为唯有检调厘 才能够迅速的还给我们同仁的一个清白 警察 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 都不是用嘴巴啦 是 到底有没有不乏 所以后续 都不是 对 后续 重点就是一方面检调查 等一下我要讲 要不要立法院成立 调查 没有 我想 来查 这是一个 那事实上 之前检调也有在查嘛 现在都没收 没收 我们会继续追 我们用客观的事实来讨论这个事情好不好 来 来看看 我问你一下 你不要回文给我 中华器产会回报给本席说啊 前年 这个是不是超不可思议的事情 有两家公司去买了日本蛋 第一个 大家看第一个 用合约的方式执行采购鸡蛋 34柜 510万颗 这个贸易商叫什么 量财生物科技 第二家更特别的 大家看一看 大家看一看 用自有的资金买断方式 买了多少 158柜 多少个 2540万颗 很多哦 很多哦 我中华问你 上面这个买比较少的 有合约对不对 为什么这个不可思议的超市 没有合约 我想 我们的续厂会本身在处理这个 鸡蛋调度的时候 有他们的一个 的一个做法 因为当初在需要蛋的时候 他们也问过了 你用你的 不要用膝盖 部长用脑袋 不要用膝盖 用脑袋想一下 会不会太不可思议 我觉得里面 我们同仁有一些解释 我们行政调查 我们觉得有一些解释 所以我才会说 我最后我们希望说 让我们 你会把这个案子送到检调去查 还是怎么样 我们已经主动的疑情检调去了解 有疑情 所以我才会说 为什么不合理 我告诉你 因为合不合理 我想可能要真正的调查以后才了解 因为 你调查完以后已经送到检调了吗 没有对啊 所以同仁的解释 他是一个解释 那我 我认同仁的解释 但是我不是法律专家 我没有办法判断后面的 所以我相信 我也期待委员能够 我们检调已经在调查了 那针对最后检调的调查结果 如果说 真的有不法 我绝对不会宽容 那如果说 我们同仁是属于行政强制 我们会行政强制处理 那没有其他的贪图的案件 我也希望还给我们同仁一个清白 这是我的立场 这是我的立场 所以我们今天才要讨论 那最后当然结果 因为我们这样的讨论 我没办法判断 我超级比一比 你看看 为什么没有合约 一般民众一定接受不了 为什么没有合约 而且你把它超级比一比 你看看 超市资本额50万 这家有合约的量财 量财生物科技 他资本额18 量财胜出 对不对 成立时间 量财民国97年 他也胜出啊 只有在进口数量的方面 为什么超市多了那么多 量财明明 资本额成立时间 而且他有合约 是怎么超市 买了那么多 没有合约 这民众会怎么去 怎么去想这个事情 所以你说移送检掉嘛 好我们就看这个结果 来我们再看下一张 而且里面还有一个很 不可思议的 超市不只是十年不开张 开张四十年喔 你看 他在前年一成立马 就日本蛋进来 他就做完生意了 后来马上就停下来了 他还停业 暂停营业 暂停营业 暂停营业没有多久 他开始副业 副业马上巴西蛋就进来了 这就是一般人讲的嘛 是不是 十年不开张 开张四十年 而且专门做的 这农业部中央市场会的这个生意 这是一个点 这个里面你刚讲 到底没有官商勾结 好我们就进一步去查 我再问一个很疑问点的 当初农业部 叫中央市场会 是在超市公围 他说什么 为什么他去年 可以进那么多的巴西蛋 结果我现在发现了 因为前年有日本这一笔 我就在问啊 你说因为他有做过这个 日本的生意 所以他从巴西进来 问题是两年前你根本都没有经验啊 为什么给他一个一亿多的生意 这是另外一个点 来我们看下一张 现在有人在问啊 你说中央市场会 这么大的金额 到底有没有经过采购 我特别去查了预算书 不定 中央市场会代表的钱 他成立的时候就是用农业部的钱 用农业部的钱是什么人 人民的钱嘛 对不对 用人民的钱名指名高 设立的 用政的一分钱 他应该不是百分之百成 里面至少有很多是政府的钱 对不对 你看每一年度 来来 我听一块每一年度 一百零几喔 政府苦術的钱超过 十亿喔 0.74%喔 110年88% 这么多的钱 里面都是人民的钱 所以他应该是接受监督的 可是现在发现 你们把责任都拒到中央市场会了 所以一定要查 来接下面 我要跟委員说明喔 市场会本身是财兰法人 他本身是财兰法人 所以他本身的规范里面 他如果说要适合政府采购法 那一定要超过百分之五十一的补助 那续展会是针对迅目保所成立的 他负责国内的产销调节 我听过来上一张给你看一下 我听过来上一张给你看一下 对但是相对的 都超过五十一啊 我跟委员说明喔 他本身负责国内的续展部分的 包括所有的屠宰场的受医师的一个屠宰的检查 都是续展会 所以相对的续展会 其实这些的政府补助的费用 其实他有他背后的需要去协助产业 升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经费的支持 部长谢谢 你今天应该看得出来 我们是很理性在问 都是用客观的 好不好 再看下一张 到底后来要怎么查 监裁一定也会查 监裁院也有调查 另外一个就是立法院 要不要成立一个调查小组 尤其我知道的是 监裁审计部也在查 这事情要给人民一个真相 我再问下一个 我肯定你喔 你接受媒体专访的情绪 你说以后不会再用这种 专案进口的方式 不过我必须提醒你 这是人质 真正要解决问题是什么 所以我刚讲的 解答人民刚刚的疑问 为什么要花10亿 第二个为什么销毁那么多 第三个超市 为什么这么神通广大 这三个你解释不清楚 人民就一直挖问号了 那当然答案 会是你刚讲的 要么就国会调查 要么检调你已经移送了 我要以现在的制度 那我问一下 最后的 我期待你做一件事情 不是只有用人质的方式 我期待你用一个建立的制度了 好不好 你刚才在说 你叫中央市场会馆的 你要不要去检释 这是专案进口鸡蛋的缺失 用修法的方式 包括 中央市场会 拿我们民主民到这么多钱 以后他只要有 比较大的采购 不是太多 他有大的采购 是不是至少要有合约 要怎么去规范他 你至少把它订出来 好不好 对我们已经在做专案的一个检讨 针对市场会过去的行政书 是我们在做专案的检讨 保定 我知道你们尽心尽力在做 说实在 不管是去年的事情 前年事情 这都是丁几人保定的事情 也是上一任中央市场会的事情 我是肯定你厌力去面对 那你说你也是老实人 可是我要提醒你 人民为什么到现在为止 最想知道的 会是进口蛋这个问题 为什么期待立法院的 调查委员会 或者是我们经济委员会 成立的调查小组 要先查清楚这个案子 因为刚刚讲那个疑问得来很多 我们要一起加油好不好 来自北美的黑樱桃 以其甜美多汁的风味 和鲜艳欲滴的色泽 成为水果爱好者 心目中的绝佳选择 每一颗华盛顿樱桃 都在精心的呵护下茁壮成长 保证了其卓越的品质 北美樱桃富含维生素C 纤维和抗氧化剂 对健康大有注意 现在购买1450购物网任何产品 输入折扣码我挺震惊 就能折抵100元哦 只要你真心 麻烦为远我回忆 度你的感觉 小窗截 实在太经验 你拍个措辞 健康做不了 他的抗氏修位 这是匹毒片剧的尽嚣 我去发了他 为了你生恶 官司 我都不害怕 你的心情终将被神奔 绑墨厌不发 流露我 阿里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农业部长说全案送检调处理 大家可能会耳手称庆说 你看好棒 终于交给司法了 彻查到底 不过我看这件事情倒是这样 这跟国会无法也有关系 这跟论文门也有关系 怎么说呢 各位想想看 今天国会的调查权 如果在我来选的话 我认为几个案子非调查不可 第一个赵峰案 一定要调查 第二个呢 我觉得先不要讲过去的案子 就讲现在的案子 赵峰案一定要调查 论文门当然是不用讲 一定要调查 萧美清的国籍门 那非调查不可 还有呢 包括的猎雷剑 这类的案子 非调查不可 但往下数呢 还挺多的 疫苗的案子 非调查不可 高端案吗 还有超司这个很奇怪的 坏蛋的案子 这个也非调查不可 那如果再往前的话 我更希望调查的东西是 很早到现在的案子都要调查 重启调查还是什么不可以 对不对 两颗子弹要不要调查 扁案要不要重启调查 该有事的有事 该没事的还人家清白 特别是那一些贪赃亡法 乱七八糟 简直是把司法当他家的那个 检掉司法人员 什么大案并小案 前案并后案 然后不断换法官 还跨海去做这个串政 然后还有做伪政 还教唆伪政恐吓 什么奇奇怪怪乱七八糟的事情 一大堆 不调查就这样算了吗 留下一团的疑云 跟阿扁这个几年的 这个案 这关了几年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怎么不会给大家一个交代呢 对不对 两颗子弹 还有很多人怀疑吗 还有坐票门 很多人怀疑吗 重启调查 再往前我个人认为 成文成案要不要重启调查 隐清风命案要不要重启调查 林载雪案要不要重启调查 对啊 为什么不能重启调查呢 都很重要啊 好 那我们回到时光隧道 先把它拉到最近发生的事情 最近发生的这个超市的案子 好 我们看刚刚这个质询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几个现象 第一个大家不要以为说 这个案子送掉检调送到司法 好棒棒 好你看可以查到底了 问题来了 我看到是阴谋论 一旦送到检调处理 将来立法院要调查超市的案子的时候 农业部或者行政院可以很简单的说 这个事情侦查不公开 所以树南奉告 这是大阴谋啊 侦查不公开 所以我没办法提供资料 所以立法委员你的调查权碰到侦查不公开 对不起 你走不下去 然后这个案子就可以在台北地检署 可以在检查总长的手上 他要分黑金组就分黑金组 他要签结就签结 所以我再三呼吁啊 国会调查权你一定要找一条出路 不然你将来全部会被法院给封死 因为国会调查权最后还是乌鸦的老虎啊 藐视国会之后到哪里到法院呢 法院说没有啊刚好而已啊 那那你不是白忙了吗 好今天我会调查权 如果部会首长死都不肯给你 比方说今天要掉这个论文门的 开封这个解封 不能封存到2049年12月31号 可是新任教育部长 正应要说没有这个不能给啊 这是个人隐私 那怎么办上法院呢 法官说不能给 那怎么办 那你国会的这个调查权不是白忙了吗 所以我说啊 司法改革不做啊 前面的东西都白做了 都是虚晃一招 民进党到最后会老神在在啊 他只要掌控司法 你什么东西都到了法院 什么东西呢 都操纵在执政党的手里 白忙了 所以国民党民众党 罩子放亮一点 脑袋要清楚一点 有些东西才是关键的核心 那我讲到这里 可能宇宙政党的同学们会很担心说那糟糕了彭P你的论文门呢 会不会最后一旦这个国会的调查权落实了 开始执行了 但是对不起论文门因为在法院所以个案不便讨论 个案不讨论 有没有可能 我当然知道民进党一定会这么做 但是抱歉了啊 我的这些所有的案子呢都已经进到了法院了 好吗 姚念慈是台北地方法院的法官 他是准备程序停 因为他没有办法开下去 因为接下来要调证人传证人传证物 他索性设计在我人出国之后 告诉我说你要来开庭 那个时候疫情严重 我再讲一遍1450817 你不要说是我什么逃亡海外 对不起啊 我是光明正大的 拿中华民国护照 带着一家七小提着一家批准 出镜陪小孩去参加San Francisco Symphony Orchestra 的Audition 陪着小孩去看看学校 因为我觉得这个疫情严重啊 这个小孩每天在家里面趴着在那边上网路课不是办法 因为那个时候美国呢有一些学校他还是上课的 然后所以我说那干脆啦 反正迟早他们还是要送到美国去念书嘛 因为我很感谢我父亲喔 我父亲这么穷啊 他有一个观念啊 他叫我非要出国留学都不可 而且他告诉我说你非要拿博士不可 我还问过他说我拿了博士以后要干嘛 他很认真的跟我讲不是开玩笑 那个表情到现在我还历历摘目 他跟我说文贞啊 他说文贞啊 你拿了博士以后你就算是去开计程车我都会为你觉得很光荣啊 他的价值观啊 他不求儿子富贵 他要儿子读书做个读书人 那好那我就回到刚才的的这个这个话题啊 那哎我刚才话题在讲什么 老人痴呆了我刚才在谈什么 哈哈哈哈 呃好我们回到刚才这个这个论文门的案子啊 你的论文门呢一旦到了法院 如果今天这个呃法官说 哦这个案子呢因为已经进入个案了所以不能查对不起 啊我刚才讲的是说给这个817跟1450说啊 我不是我不是潜逃啊 所以我今天要讲的是总统府发言人啊 上次在开庭的时候 他说我逃往海外啊 对不起光这件事情我要加告你加重诽谤 他说我这个潜逃海外 我是光明正大拿着我的护照出镜 结果我出镜之后被突袭要开庭 嗯这个完全跟两件事情 所以张东海你这个很明显就是你又加重一条罪哈 我把你这个罪处理完我再处理下一个啊 你说我潜逃没有啊我是光明正大的从中华民国的海关 拿着我的护照拿着一纸皮箱如果我要逃亡 我应该带一大堆东西对不对 那我对不起啊 所以我是这样子出镜的 他趁我出镜之后突袭我要我回来开庭 那个时候美国的疫情变得非常严峻 台湾也变得非常严峻 所以我没有办法回去 因为那时候我在美国 我回台湾要关两个礼拜 回美国要关两个礼拜 所以我没办法 那我就说那我是网路出庭 在那一段时间大家可以去查啊 到法院我也会陈述 那一个段时间全台湾没有人 申请网路出庭是不准的 网路视讯没有不准的 好唯独就是我不准 那结果呢他就用这个名义 把我发布通缉 所以这整是个配套的局嘛 好啦那这件事情告诉我们什么 司法改革如果不做的话 国会调查权没有用的 好那我回到刚才这个东西说 因为我这个案子啊不是侦查不公开 我已经进到法院了 已经进到法院的准备程序停了 所以这个东西对我不适用 但是来了 我知道当时候如果有立委去申请国会调查权 要查论文门或者查 这整个案子的司法上面的一些 败坏的事情的时候 而我知道民进党会说 这是个案我们不涉入 但是你最初懂的第一个人 而且在联合的一些案子 因为我相信 看到人家的一个案子 那是一部 那就是这个案子 那他这是个案子 那是个案子 那还是个案子 现在还得到了 首先 那就是个案子 你会认中 那这个案子 而且要變成是一個教科書上拿來公共討論的議題 所以這件事情不用白費心機 我到目前為止我實在沒有辦法想像 蔡英文就算你有通天的本領 我說過嘛 就算 CIA FBI 英國 法國 連中共都保護你好了 你也逃不了 因為你所做的事情 在英國在圖書館學校 已經留下了你沒有辦法改變的事實 你沒有的東西就是沒有 不管是在歷史文件的所有的各個角落 你是插隊不了你進不去了 就這麼簡單 所以蔡英文 你行舟上高攤你的那個南昆生的一個籤詩你還記得嗎 對不對 你這個命內就是要要要面臨羅伯關嘛 所以你一定要行舟上高攤嘛 這個東西是遲早的 好我們進到廣告之後呢 我們再回到現場 為您介紹 這條路卡洗護髮組來自台灣的頂級沙龍品牌 可以有效解決油頭、踏扁髮、頭皮屑、頭髮打結等秀髮問題 經過正經小編們親自試用 兩三天不洗頭不油也不塌 試用影片請見1450官網 任選兩款洗髮精加一款護髮乳 只要1390元 今天使用折扣碼恢復盈利 就能再折底100元 優惠有限 請盡速搶購哦 只要你真心 忙碌我也會 賭你的感覺 像窗截 實在太經驗 拍個措辭 bloody hell 她的模式行為 正是皮膚片屈的技巧 我去follow她 為了你什麼 官司 我都不害怕 你在心情中將被審判 瘋瘋瘋瘋 也不發淚疲勞 我 scare 叫涼瘋瘋的 吞飛 呃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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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